好 塑化季风暴越爆越大了 现在包括知名的新拉面 也被香港验出 还有DEHP 而且现在读物科的医师也提醒大家 其实泡面里头不是都包括了 这个酱料包吗 很多人泡泡面的时候就放在里头 这预热呢 其实会这个有油脂啊 会溶出塑化季非常的危险 港新曾志伟大言说 好吃到连眼泪都飙出来 但这款知名新拉面 却被香港验出含有可塑剂 台湾卖场紧急下架 一包接着一包往推车里丢 出问题的就是这一款 由浓心出产的新拉面 特辣香菇口味 验出含有1.3ppm的DEHP可塑剂 但代理商澄清 只有大陆厂生产的还有问题 上海制造的没办法 台湾政府是不允许进口的 看看包装标示 国内新拉面的确来自韩国 但这样就真的没问题了吗 医师说其实不止新拉面 泡面里头这种酱料包 几乎都是PVC塑料材质 一旦遇到油脂 就会溶出可塑剂 伤害生殖系统 假设溶出量16.1ppm 25公克酱料包 两包就超量 10公克大小 四包也过量 测温之下 它就不断在溶出了 暴露在阳光照射底下 那素食的溶度 更会加倍 不止酱料包 暗藏危机 医生说像这样的保力龙碗 遇到70度以上高温 也会释出毒素 你要不要倒出来用磁器去泡 卖场实际走一遭 架上泡面包装 几乎都不太安全 专家说早就呼吁 卫生单位全面击查抽检 否则就算厂商拿出窃结书 也没有办法替速化风暴止血 中天新闻 林东明泛新宇台北 才能报道